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映身亡 失控的程度全球忧心 不过在印度前阵子无事于疫情 还是举办了12年一次的大胡节 这在2017年在列为 被物质文化遗产的宗教盛世 印度有没有一些生活习俗 跟疫情快速传播是有关联性的呢 我们先看报道 医院里一张病床得躺两名患者 印度疫情超过负荷 更有人只能在救护车内治疗 莫买这间医院还得挪出大厅空间摆病床 许多印度人用推特求救 因为原本住院的医院养气不足 询问其他地区有没有病床收治 更有患者疑似因为缺氧夺去性命 家属跟指控官员毫无作为 印度疫情会如此虚控 因为中央政府无视警讯 把疫情抛在脑后照常庆祝大胡捷 印度总理莫迪还照样允许民众 参加地方选举造势 加上超级变种病毒在印度肆虐 疫情严重的地区超过60%的患者 都是感染超级变种病毒 大于英国新冠变种的覆盖面积 然而印度目前对病毒序列的检测量 非常低 根本难以预测超级变种病毒的 传播速度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新德里的火葬场 原本都是有屋檐的 但现在旁边的空地也要拿来利用 烧遗体的烟四散到空中 让原本空气品质就不太好的新德里 变得更糟糕 一场又一场的葬礼 也让墓地使用面积接近满载 有家属拿到死亡证明 上面写死因是新冠肺炎 但亲友依旧不相信 病毒会找上门来 氧气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对新冠患者最至关重要的医疗物品 为什么看得到却拿不到 英国记者到一间杂货店外 发现店门口好多人在排队 原来这里就是所谓的氧气黑市 继双重突变病毒后 印度现在还出现名为B.E.618的三重突变病毒 印度科学家指出 它的传染力更强 且打过疫苗者也有可能感染 到5月中旬疫情达到峰值时 印度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将高达50万例 政府预计新德里每天将缺口约 16,061张带氧气的病床 失控的疫情让印度民众在有疫苗的当下 还是得面临数不清的顺利死别 印度的疫情大海啸 真的全球都忧心忡忡的 那么三重变异病毒株传播力更强了 到底印度的疫情 为什么会转变到如此状况 当然原因是非常多 但有没有可能跟他们的生活习惯 乃至于民俗有关 好 提关点的世界遗产系列 今天就要来仔细探讨 但是探讨之前 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疫情的状况 首先来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台北印度文化中心创办人 吴德朗 吴老师你好 好 老师也对于印度的 世界遗产非常有研究对不对 今天也带来两本书 这是您的著作 好 我们再来介绍的是 世界遗产资深导游以及讲师 马基康马老师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对马老师很熟悉 也来看马老师你太厉害 除了这本之外 听说五月还有两本书要出 两位都是作家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说 其实印度不只拥有全世界 最大的疫苗生产商 更是有所谓的制药之国的美称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 却造成医疗崩溃 没有办法善用资源 我们来请教一下吴德朗老师 您对印度非常的熟悉 那么您的观察是如何 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沉重 大概我这辈子在脸书 我有五千个人的朋友 大概三千多个印度人 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是RIP 他们都是有亲戚朋友走掉 是 非常难过 那会有这么严重的话 跟他们民族 当然和他的宗教都有关系 那比方我们大家知道 印度是人口大国 他有十几亿 十四亿的人口 然后集中在问题出最多的 孟买跟德里这两个地方 就大概比台湾的人口还多 所以等于说很多黑副 所谓黑副就是从乡间到城市 一起打工都挤在一起 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 生活习惯跟宗教 还有一个比较糟糕 就是他们因为碰到险阱 碰到险阱的时候 他们党的对立非常厉害 矛盾也非常强 然后他们的普遍人 一般人口的市制度低 所以很多上群没办法下达 尤其特别在乡下 然后还有他们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比方说他们 同时在险阱里面 还发生一个大事情 就是有个大福节 我也参加过 他是六年一次 十二年一次 那一次都是 在我期那一年是六千多万 那去年是上亿 你可以想象 但他不是每天上亿 还是将近一个月 所以大家挤队在一起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 然后主办单位 他就坚持要办 因为他为了选票 比方说昨天我跟一个印度朋友 他在印度 他就是说六年一次 十二年一次 那疫情一两年就走掉了 我已经等了六年了 我已经等十二年了 所以我一定要参加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多 然后还有他的水之眼 水因为不是家里一打开就自来水 所以水之眼水不太干净 这是很大的麻烦 所以这种种都出现很多问题 中间还有一个是说上层社会 他们有权的他可以请维护 或者是出的状况 可以请医疗人员到他家去 但一般人就只有这种院急 根本就急不去 也没地方急 现在什么都不够 没有一件事是够的 医生不够 富士不够 然后那个水 氧气筒也不够 所以包括了美国在内 多个国家以及我们台湾在内 都发出了旅游警示 也就是暂时还是不能够去印度的 也正因为国际旅游还是存在着高风险 也因此Google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就干脆在网络上头 安排一系列的世界遗产专题导览 点击网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就包括了印度赫赫有名的太极马哈林 透过像这样子的3D影像 让世界遗产可以来到我们的眼前 但其实太极马哈林 最近可是不太宁静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做了一个整理 在去年5月的时候有雷雨肆虐 结果造成里头有一些建筑物都受损了 还有就是2021年3月份时候 居然传出了所谓的炸弹危机 还好这个炸应该是炎字旁的炸 也就是后来是虚惊异常 不过一个真正的危机则在于 本来我们都知道太极马哈 不是应该是白色非常梦幻 非常的美丽 非常浪漫吗 但是怎么会变成有点黄绿黄绿的呢 原来就是因为空污还有水污染造成的 当局当然有设法想要改善 我们来看看先前的报道到底成效如何 它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 世界各国领袖来到印度都要来张合照 加拿大总理一家 甚至是代飞生前也都来过太极马哈林 以前这栋白色大理石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但近年来 空气污染 让太极马哈林上空的蓝变成灰蒙蒙的一片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附近的交通 每天都是这样 大打结 再看看旁边的水沟 里面除了污水外还有许多垃圾 他们沿着水道流到太极马哈林旁边的亚木纳河 亚木纳河因为有污水跟垃圾流入 滋生大量昆虫 他们的排泄物黏到太极马哈林的墙面 白色的太极马哈林慢慢在变色 亚木纳河不只有垃圾 虫害 还有可怕的化学药剂 印度人崇拜牛 但当牛只死掉后 民众处理的方式 只会把环境搞得更脏乱不堪 太极马哈林一天游客大约有1万到1万5千人次 周末利假日可以暴增到7万 但越来越脏 让当地旅游业者担心 以后没人想来 外国游客的门票大约是台币430元 是当地人台币17块的25倍 钱被拿来找工人清理墙面 却还是赶不上被污染的速度 印度政府的环保单位 称太极马哈林得了黄癌 如果周遭的污染源不切断 不改善 这座有360多年历史的世界遗产 恐怕无法流传到下一代 好 我们就来好好仔细看一下 鼎鼎大名的太极马哈林 很多人来说这个事宜真的是真爱 这个爱情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鉴于1631年到1653年间 足足有这么长的时间 20年的时间 对不对 好 他是蒙威尔王朝沙甲和皇帝 为了纪念他的爱情太极马哈所建的 1983年列入世界遗产 可是很多人都说这个爱情故事的背后 其实也有悲惨的一面 怎么说呢 我们以前看宫斗剧 都说后妃最怕什么 没有子嗣 但是这位太极马哈却是苦于多运 最后甚至因为生产的关系 香消玉允 请问马老师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太极马哈事实上他就是宫殿的冠冕 事实上这一个 撒甲汉国王最喜欢的一个宠妃 他的名称并不是如此 他名称其实叫做 我们讲说基曼巴努 基曼巴努其实在宫中 当然各位知道国王 当时国王不可能只有一个妻子 可是他是最宠爱的妻子 为什么这么说 撒甲汉国王在整个蒙威尔王朝 他是第五任国王 这一个国王在文献记载上面 他总共有15个儿女 记得有14个就是他贡献出来的 所以可想而知 他是多么受到这个国王的喜欢 而且他是19年内生了14个 19年生了14个 而且我刚刚提到 他之后因为在生产 追随这个均营 在南征的过程当中 不幸感染了这个产入热 南产而死 所以他生产最后一个儿子 就是第14个的时候 基本上他已经高龄38岁了 当然后来有人讲说 你看19年生了14个 这到底是真爱 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生产的 一个工具而已 几乎是一胎连着一胎 可是从当时的一个角度 国王能够灵性 今天晚上翻牌翻到你 基本上也算是真爱 所以世人当然就以太基马哈里 当作爱情的一个见证 跟这样子一个象征 因为我们常讲 钻石很久远 一颗勇流传 人家不只纵钻石 还盖了一个全世界爱情的一个见证 叫做太基马哈里 更重要的是这个建筑物里头 很多宝石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不过先请教一下吴老师 听说这个故事的背后 还有所谓的阴谋论吗 有的人是说他不是惨陆了 而是被吓死的时候 被推倒而死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过是这样 因为在蒙古王朝里面 后宫他不是可以 不单可以去过问政事 而不是干政 他是国王很喜欢请教他们 他甚至假如说 你到阿格拉塔那个黄座里面 他后面他们还急急扎扎的那边 有时候临时他还会讲几句话 会问他你问他有什么意见 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婆 而满路他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他也很强势的 然后他甚至于琴棋书画都很懂 他不光在生小孩 是琴棋书画都懂 所以这个故事就跑出来 怎么马上又想到后宫甄嬛传 因为甄嬛也是琴棋书画又聪明 没错 真是这样 然后他就是说 下棋他是一把一的 比国王还好 还会下 所以那一幕里面就是说 在下棋的时候 是不小心跌倒 还是被蓄意 射下箭里推倒 也不知道 就这样死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事实是 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一个流传的定时之一 好 那么当然有一个是确知的 就是大家来歌颂泰吉玛哈琳 其中包括印度诗人泰格 这是我小时候好喜欢他的诗 而且你看有多美 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 写得太好了 刚刚马老师已经介绍了 22年两万多名的工匠 而且我们也有讲了 这个琳棋其实使用了各地的珍宝 包括了印度 当然就是白色大理石 那么中国从中国引荐的是 宝石 水晶 玉 绿宝石 巴格达 燕门是玛瑙 以及斯里兰卡宝石 阿博珊瑚等等 好 现在问题就来了 听说在1857年的时候 印度骚乱期间 有一个英国士兵 他就从墙壁偷走了这些宝石 所以时至今日 是不是有些旅客去的时候 还会用手电筒来照 马老师已经在带团过去的时候 是不是有教旅客这样子 当然我们都是告诉客人 这个是用欣赏的 绝对不能用手 因为这非常特质的叫做镶嵌艺术 如果有机会你去摸摸看 全部都平的 可是刚刚提到是白色大理石 那这些绿色的红色的宝石 基本上它都是按照 它要的形状 在白色大理石上面 刻出这样的形状 而且高低你会发现 就完全都是贴合在这上面 我补充一下 我想这已经不是真的 已经都不是真的 现在的都不是真的 以前的当时是真的 当时刚才在补充你加强你讲的 不是一个人拿着狼头 他整个部队上班就带了狼头去了 你懂吗 英国人 就悄悄打打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为什么在美丽的传说之后 还有一个暗黑的一面 因为网路上面 但我们就来整理很多人 常见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身为印度的事宜 却不是印度人建造 而是蒙古人建造的吗 你就来一下马老师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泰吉玛哈 这边埋葬的国王 撒加汉国王最爱的一个爱妻 基本上他不是印度人 以当时来讲他是波斯人 各位可能很难理解 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蒙威尔帝国 其实也是波斯语当中 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国 各位在当时整个欧亚大陆 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 国家分布的一个状况 所以真正来讲 这个扮演在整个中世纪来讲 印度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创造者 或创建者的 叫做蒙威尔帝国 蒙威尔帝国其实它是 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蒙古人 在今天印度大陆 所建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除了林晴本身 你看到前面的花园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波斯花园的一个建造 包括分成四等份 这其实也是早期波斯当中 非常重要 是代表组成世界的四样元素 风火水土 所以完完全全的 波斯的一个文化或是元素 就在泰吉玛哈林当中呈现出来了 不过另外老师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就是其实泰吉玛哈林还有小号的 他又到阿江塔那个地方 顺路过去的话 就是阿朗吉 阿朗吉不是谁 阿朗吉不是把沙迦函的儿子 他夺钱的理由是说耗费公堂 然后发了太多钱 所以他爸爸盖了这个泰吉玛哈 花了太多钱了 因为他后面还要盖一个黑色泰吉玛哈 所以他势必要把它 这个软禁起来 或是想办法让他自己上去 最主要 那最后没有想到 他是非常基本教育派的 他是非常节俭的 结果后来他太太死了 他太太死了 就居然就在这个地方叫比比卡 就盖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太吉玛哈 乍看还这样 整个layout布局都一样 但是当然这个美感是差很多 公寓也差很多 因为发的钱不多 然后人家跟他讲说 你不是反对你父亲盖太吉玛哈 他说你怎么又盖一个 他说不是我盖 是我儿子为他妈妈盖 就是都有话说就对了 而太吉玛哈林 也跟这个印度的 有一个传奇的宝石叫做 光之山钻石有关 这一段故事我们稍后就要来讲 还有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 钻石之一也就是光之山 居然也有所谓的诅咒传说吗 我们马上回来再继续聊 请别走开 前一段节目我们介绍了 太吉玛哈林 但事实上在世界上有一颗 非常有名的传奇钻石 也跟太吉玛哈林是有关系的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世界四大有名的钻石 包括哪个呢 南非之星 还有就是摄政王 以及蓝色之星光之山 摄政王号称是全世界最美的钻石 蓝色之星是全世界最大的蓝钻 光之山则是全世界 堪称是最传奇的钻石 我们来看光之山钻石 为什么会这么的传奇 据说还没有切割的时候 重打793克拉 而且切割之后 现在大约108克拉 镶在哪里 英国的王冠上面 而且它有一个所谓的诅咒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了 这张照片其实戴的人是谁 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 当时他戴着这一顶王冠 参加了他的先生 也就是乔治六世的加冕之礼 可是后来乔治六世 56岁 大家知道就英年早逝了 但是我们来看 伊丽莎白二世他也有戴 怎么会说有诅咒呢 伊丽莎白二世那么长寿对不对 好 很多人就说 印度有一个传说说 拥有他的人会遭到诅咒 那么只有女性跟上帝 才可以佩戴 是真的吗 吴老师 OK 我这样子讲 假如那么贵这种东西 这种兵方马乱 就像刚刚马老师讲 那个地方就是 设防跟不设防就差不多 所有的兵力抢过去 当我拿到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人要冲着我来 要把我干掉 所以当然最后就被干掉 然后就被拿走 那个拿到 原来在你这边 我就想办法去查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一种 一种众所所 所以其实不是诅咒 而是成为你 成为一个猎物 没错 不过事实上 专家2016年的时候 曾经对他做过估价 这颗钻石光之山 到底价值有多少 65亿台币 好 这颗钻石真的非常的传奇 刚刚老师已经提到 为什么会造成英国跟印度 之间的新结 后来的索讨到底有没有成功 我们先看这次报道 1937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上 伊丽莎白王后后冠上这颗光之山钻石闪闪动人 65年后 光之山陪伊丽莎白太后 走完最后一程 从此功成身退 成为伦敦塔的展示品之一 不过这颗钻石 多年来 却是英国 印度 两国的新结 光之山五千年前 在印度中部的矿坑被发现 蒙古王朝 印度 伊朗跟阿富汗王室 都曾经拥有它 不过这颗钻石 据说男性带了会带来诅咒 只有女性才能拥有 所以1849年 席克王国跟英国签署和平条约时 把光之山送给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 对印度人来说 形同被抢走 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即将庆祝九十大寿之前 印度非盈利组织发起活动 要求印度政府讨回光之山 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 总检察长却说出这些话 被偷走了钻石 现在变成礼物 让民众群情激愤 印度政府连忙出面灭火 表示会持续追讨光之山 但光之山已经被英国视为王室之宝 要回到印度恐怕遥遥无奇 好 这个争点就在于 到底这颗光之山钻石 是敬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或者是被英国给拖走的 对 那么历史上其实拥有这颗钻石 我们刚刚提到了国王非常多 其中就包括了 我们刚刚前一段节目 所提到的沙甲汉国王 对不对 而且据说后来靠着钻石 来遥望太极马哈林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光之山钻石 它挖掘至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 当时统治这个地方 是卡卡提亚王朝 因为当时蒙古尔帝国还没有成立 可是成立之后 你会发现当时开国者叫做巴布尔 拥有了这颗钻石 就如同刚刚吴老师提到的 当我拥有这个钻石 每个人都想要 可是蒙古尔帝国在当时整个南亚 算是势力最强大 所以一直传 传到后来 我们谈到第五任国王 沙甲汉的手中 卡卡提亚王朝当时得到这一颗 还没有经过琢磨 793克拉的这个钻石 它放在哪里 放在印度神的眼睛当中 当作一个所谓的镶嵌 可是传到蒙古尔帝国当中 你会发现到了第五任 沙甲汉国王手中 他把它放在他每天上朝会做的 孔雀的宝座上面 可是后来因为在 沙甲汉第五任国王 当时也是蒙古尔帝国 最兴盛的一个时期 当时除了我们盖泰基马哈林 还有包括在今天巴基斯坦 拉荷尔也盖了波斯花园 更重要今天我们看到 德里的红宝也是在他任内完成 所以大兴土木之下 后来也提到他的儿子 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就在他完工 泰基马哈林完工第三年的时候 把他的父亲软静起来 因为他父亲还想要继续盖 盖黑色的泰基马哈林 作为他死后埋上的地方 所以据说被软静在阿格拉堡 每天就是用光之山的这个钻石 当作镜子来照射 隔着亚木那河看到的 我们讲说这一个泰基马哈林 终日以泪洗面 据说到最后一一一一中 不过根据报导 这印度的检查总长库马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席克国王19世纪中期 把光之山钻石作为礼物 送给英国的 并不是英国统治者窃盗 或用武力给拿走的 好 看起来 是不是没有必要归还呢 有关这一点 印度的朋友们又怎么看 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假如我是印度人 我有朋友说 你要去英国玩了 你记得去把那颗战石打回来 变成口头铲 所以他到那个展示间的时候 喊还给我 还给我 就是类似这种染性的示威 莫迪最近又讲了 他讲了补充一句话 他说关于这件事情 这光之山的事情 我在任之间 或是我们的侄子孙孙 一定会有一天要把它要回来 因为这是我们印度人的荣耀 绝对不会这样轻易的放弃 都做了一步 所以这件事情还未完待续就对了 如同刚刚马老师讲的 那个广告词非常有名 对不对 一颗永流传 它的魅力真的是很久远了 不过现在讲到这个鑽石的产地 一般都会讲到是南非吧 但事实上印度是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鑽石加工产地 尤其是在苏拉特市这个地方 堪称是鑽石之都了 好 我们来看看疫情之前 所做的这个报道 不分文化国界 闪闪发亮的鑽石 永远都是女人的最爱 也都被视为是最顶级的珠宝 但其实全球各地贩卖的鑽石 有90%都得经过一个国家 那就是印度 印度的苏拉市 用满街鑽石来形容都不为过 因为这里最主要的产业 就是鑽石切割和加工 每走几步就是一家鑽石加工厂 路上席地而坐的小贩们 买卖把玩的也全部都是鑽石 价值连城的鑽石 对他们而言 好像就是普通石头一样 因为这里从一百多年前 就开始发展鑽石加工业 从切割 打磨 抛光 全部包办 整个城市有一百万名工匠 都靠这个产业为生 和一百多年前相比 机器化自动化是最大的改变 也就是因为有了机器 让苏拉特的鑽石加工产业 发展速度更快 几乎变成全民产业遍地开花 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珠宝交易 在这个小城市里天天都在上演 尊贵闪亮的鑽石 也成为别人都抢不走的超级铁饭丸 好 现在印度大家都知道 是联邦共和制 不过为什么时不时都会听到 有所谓的印度国王 或是印度王子 而且先前还有王宫可以出租 只是价格非常之高就对了 好 有关这个部分 马上回来为您解惑 请别走开 印度是目前全亚洲 最大的民主体制国家 是属于联邦制 但在英属印度解体之前 其实总共有562个土邦王国 对不对 所以也留下了很多国王的后裔 好 各个都是富甲一方 很有钱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偶尔都会听到 所谓的印度国王 或印度王子等等 那么其中我们先来介绍 斋普尔这个地方 就出了一个年轻的国王 斋普尔其实离新德里 稍微近一点对不对 这里是孟买 这里是新德里 这也是大名鼎鼎的 斋普尔皇宫 好 那么这位国王叫做兴格 据说他是最年轻的国王 13岁登基 而且22岁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坐勇的财产 居然有和台币 197亿左右的财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国王其实 他除了年轻多金之外 他也很喜欢在IG晒他的帅照 而且先前他还把这个世界遗产 斋普尔皇宫放到定房平台上面 让大家可以去住一个晚上 但是住一个晚上要多少钱 据说要台币24万对不对 好 我们先前也上Google去查了一下 目前暂时关闭 显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不对 马老师 其实在印度有非常多 我们讲说这种可以打着 叫做住皇宫 很多人说印度哪来这么多的皇帝 这么多的土帮主 我们刚刚提到蒙古尔帝国 其实当时统治的 也大概是印度这一个地方 可是他必须要把权力分享 原本就在这个地方生存的人 其中最大的 刚刚提到的加布尔 其实也是今天印度最大的一个邦 叫拉加斯坦的省会的首府所在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当地有非常多 叫做土帮主 甚至我们叫做大军 大小的大 君子的君 我也曾经来过拉加斯坦斯 来住这种所谓的皇宫 因为现在这些皇宫 以前都是高不可攀 现在只要愿意花钱 他其实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 也会把皇宫部分打扮成 我们讲说大家可以去体验的 所以老师住过 我没有住过这一间 因为这一间他只开放一间 有些他已经变成 所谓的饭店的形式 我想说你花了24万点 没有 因为颜值不够高 可是这一个追普尔的国王 你会发现他颜值非常的高 他13岁就继承了这样子的 通常我们看到颜值高 然后又有这么多金的一个身份 大家都会非常的新鲜 那加普尔这个地方 他有风之宫殿 其实皇宫就在旁边 刚刚开文也提到 他也上了这个订房网站 然后把他其中的一间房间 一个晚上要价就是8000块美金 大概台币24万 你可以享受什么样服务 当然都必须要预约 比如说可以用他私人的游泳池 包括高级旅车的这样的接送 当然这都是另外必须要付费的 来这边住最大的一个诱因是什么 你可以跟他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站在他同样站的地方 然后帮你拍一张网美 网红 网帅照片 好 不过齋普尔这个地方的建筑 有一大特色 是所谓的齋普尔粉 对不对 有关这一点 吴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建筑就是主要是 当年他们要欢迎爱德华 英国的武房族人来访问 他们开会讨论要用什么样来 让他觉得很开心 或是能代表我们城市 或者他们觉得选粉红色 粉红色比较浪漫 所以所有人建筑都变这个颜色 对 然后这个建筑很特殊 就是说它是很多后宫 它早上出来 它可以 它不能前开 开一部分可以看看人家的招式 人来人往 它不然很无聊 所以这个是一场 后来它又增建了一些博物馆 小博物馆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 那它的地点也最好 因为它对面刚好是购物一条街 购物一条街 所以当地的所谓手工 像你们特别小姐特别喜欢 衣服 耳饰 还有这个皮件类 通通在那里买得到 印有菌 而且它这个栽埔 整个这个州 就是最大宗的手工艺输出国 所以只要印度在外面去展览 东西都是从这边来的 真的很有特色 对 好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了 颜值的部分 印度人其实把这些王公贵族 称之为留着蓝色血液的人 而且才会如此高颜值 为什么是蓝色血液 简单讲就是说 它因为师婆 他神都是 等于他们这些神 都是蓝色皮肤的 那是当初受到 一个毒的污染 所以老师今天也在来 对 这个就是师婆神 这是师婆神 对 所以他们就说 称为蓝色颜值 表示说 他继承了这个 等于印度神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高颜值 很多都是雅利安人的后裔 我们讲说轮廓非常的深 跟真正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是不同人种的 讲到这里一定要介绍这一位 很有名的超跑王子 但是他其实是阿家和家族 对不对 跟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新格国王 是不同的家族 好 这位超跑王子 本身已经够帅 但是他娶的老婆更美丽 他是美国一位超模 好 这位阿家和王妃 他先前其实拍过香水广告 实在是很漂亮的一位 超级名模 而且很多人乍看之下会觉得说 根本是小心地克劳富 我们就来看一下 当时他拍的这个香水广告 好 刚刚讲到阿家和王子 他其实有波斯血统 而且据说这位超模跟他相差17岁 对 其实真的令人发指 令人心献 你可以看到超跑王子 身家据说有90亿美金 已经令人羡慕了 更重要你可以要娶到 就是超模的老婆 比名型男人为什么差那么多 超跑配超模 真的 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 虽然羡慕歸羡 可是我还是要找到 跟他相同的地方 他不仅美 他还是个学霸 因为他大学研究所 都是念社会学 不好意思 我也是念社会学 只能找到这相关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其实还没嫁给王子之前 基本上他已经在伸展台上面 是非常出名的 因为不管他的脸蛋 他的身材 后来结识王子之后 当然你可以看到 虽然两个都是高颜值 可是后来他们也是在 瑞士日内湾湖畔面 低调的成婚 当然很多的消息 因为他们的颜值实在 太吸引人注意了 常常也会出席一些重要的 我们讲说社交的场合 常常也就成为美光灯的 这样子一个焦点 另外一对也非常的让人羡慕 那就是布丹的国王跟皇后 好 稍待一会儿 我们就要带您到 有幸福国度之称的布丹 不过来看的是 布丹现在是不是依旧 如此的幸福快乐 马上回来 中印边界冲突之后 关系持续紧张 连带也使得夹在中间的布丹 似乎也感受到了压力 曾经被誉为最幸福国度的布丹 能不能够继续快乐下去 2019年有一部电影叫做 布丹市教室就检视了布丹 目前正面临的一大难题 那就是人才也想要外流 一位年轻老师并不想要留在雪国做玉音材 只想流浪到澳洲去当摇滚歌手 却在临行之前被派到了 海拔五千公尺的高山上教书 冰山景致真的很壮丽也很广阔 却没电没热水 淳朴的村民能不能够改变 这位年轻老师的想法呢 哦 老师旷客 班长刚刚摩您扣时 他还在孟州宫呢 老师可能梦见自己已到了 孝雄很久的澳洲雪梨 梦中人快醒来吧 你现在是在雪梨九千四百多公里外的 布丹高山上 还记得几个礼拜前 你不想再吃公家饭的心愿 被教育部长听见了 这最高雪府真的就是照字面上的意思 它是位于海拔五千公尺的鲁纳纳国民小学 部长 你确定这位首都天龙国出品的年轻人乌金 到得了鲁纳纳吗 这部布丹电影描述一个不热血老师 被派去偏乡教书的过程 鲁纳纳偏远贫穷到没电 没热水 没纸笔 最强大的资源是全身都是宝 粪便是染料的牦牛 不过来这里江苏也有好处 东京漫长又酷寒 一年只需上课半年 剧情描述乌金从一开始的百般不愿意 只想混吃等待鲁天涯到澳洲 到后来 武器慢慢感受到了村民浸天之族的生活态度 自己的内心因而发生质变 全片几乎都在鲁纳纳实地拍摄 但这里并没有电力供应 是要如何拍电影呢 难的是太阳能并非永远充足 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始终没能看过毛片 而另一个挑战就是指导村上的素人拍戏 多数村民没离开过鲁纳纳 别说从没看过电影和摄影机了 甚至有人连电灯开关都没按过 要如何让他们在镜头前进入状况呢 比方说片中前美聪慧又懂事的班长佩朱 她其实就是鲁纳纳国小的学生佩朱 而剧组在鲁纳纳待了两个月 和村民过一样的生活 导演那两个月就只洗了一次澡 但她表示生活虽渴难 却发现许多美好的事物与灵感 本身是不丹贵族的导演巴沃丘宁多杰 也是位台湾女婿 妻子是台湾剧作家赖生川的女儿赖凡云 也是这部电影的制片 他们希望借由本片探讨幸福的定义 导演计划今年秋天要带着电影《除凡鲁纳纳》 为全村56位村民做一场世界最高的露天放映 讲到布丹最让大家惊惊乐道 当然就是港兴梁朝伟跟刘嘉玲的世纪婚礼 这婚纱照相信大家一定都还印象深刻 另外还有就是布丹王氏的爱情故事 要特别介绍就是布丹的国王王楚克 据说他当年17岁那一年 孩子是王子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7岁的这一位急增配马 那么他就一见钟情 那么当场他就下跪求棍 他说等到你长大成人之后 我一定娶你为妻 后来有情人真的成为了眷属 另外来看到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 可以说在社群网站上面 晒出了全家福的照片 这次老大以后也会接任国王对不对 老二是在去年出生的 看起来是和乐融融 不过最近在网路上 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了一大堆的八卦 说国王现在好像被外国媒体 拍到所谓的公外情人 惹得王后不太开心 为什么 因为当初传为佳话 因为国王曾经说了 本来不丹的王室可以一夫多妻 不过他为了急增配马 他愿意把它废除掉一夫多妻制 但是现在难道整个爱情有所变化吗 马老师来告诉我们 国王皇后的故事 我想其实很多人 除了爱情之外 更重要有很多的人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话题 我觉得其实不同的王室 基本上都符合这样子一个要件 跟这个条件 2008年当时旺祖克尔 登基成为国王 当年他是28岁登基 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国王 本身就很卖点 再加上刚刚提到的 非常的帅俊 可是也因为他早在 我们讲说皇后7岁的时候 就已经对他许下承诺 所以当时有很多少女 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好的一个国王 因为国王我们通常印象 就是觉得花天酒地 对不对 建一个爱一个 气贴成群 对 可是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这个国王为了他 为了他的真爱 所以当年也废除了 所谓的一夫多妻的这样的制度 也常常在网路上面 晒出这个全家福 布丹也成为 我们讲说大家 除了认为是最幸福的国度 其实也是觉得 这个地方最纯粹 能够寻找真爱的国度 这两个人 这一对家 也成为布丹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形象 或是这样子一个 塑造的一个来源 好 当然这网路很多的传言 到底可不可信 很不可考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两大家族 现在已经是更紧密结合了 亲上加亲 2020年年底的时候 这国王的妹妹 她嫁给谁 嫁给皇后的弟弟 在担任飞行员 这一对也是胭脂很高 对不对 好 这个叫人称 香格里拉王国的布丹 似乎是不是也越来越开放了 对 其实我们以前都听过 全世界最快乐 最幸福的国家叫布丹 有机会各位去布丹 你会发现那边 物质条件没有很好 可是国王 虽然贵为一国之主 可是他住的只是空间比较大 并没有特别的奢华 可是为什么 他是全世界最幸福快乐 最近这几年 有点慢慢褪色了 有很多的报道说 布丹人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其实有人探讨其中最重要的 跟西方接触的关系 尤其手机的一个普及 各位我们都知道手机 其实可以 就算不出门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可以知道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以前在布丹 他是因为虔诚信仰 所谓的藏传佛教 众生皆平等的概念 所以你家跟我家差异性不大 可是因为有手机 你发现可以连往到全世界 大家才知道 世界上有这么丰富 或是有这么不同的这样子的文化 所以产生了欲望 有欲望之后 你发现很多不快乐 就由此而生 刚才讲手机之外 我是觉得说 虽然他是 宣法上是宗教人人平等 但是他的基本上 藏传佛教变成他的国教 那主要是原来因为 他对不同的宗教 不到1% 2% 基督教 印度就要大概20% 所以的打压 我想影响了他的排名 影响排名 而且他就使出了手段 听说不是很好 所以在人权组织里面 给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很多很强烈的反应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 很重要的原因 吴老师今天有帮我们 带了两样东西来 对不对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随身攜带的活像 它可以盖起来 然后再打开来 然后你就可以摸拜 就是你行走到 三间小路的时候 你找不到庙 那他信仰非常坚诚 这就携带这个 可以随身攜带的 对 是portable 可以盖起来 可以盖起来 可以保护 然后再打开来 然后你就可以摸拜 一路保护你 那这个是一个瑞士朋友 送我博物馆的收藏品 非常珍贵 他是在布丹买的 他是在祖先 大概应该是 祖父时代吧 从布丹买回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 也非常珍贵 很难得 他的雕更 看他样子就知道 我们看背面 都有很精致的雕刻 OK 是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两位老师 带来精彩的故事 同时对于印度的疫情 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 也希望印度朋友们 都能够平安的度过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张开文 更完整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YouTube上面的 TVBS优选频道 同时加入 T观点的脸书粉丝专业 我们下次等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